蒙特楼奥运会的比赛场地 距离蒙特楼市中心大约在英里 目前前进场、市内运动场跟奥运选手村 虽然都在日以继业的GG港中兴建 不过从目前工程的进展来推断 到明年8月大会揭幕的时候 恐怕还有部分场地没法如期完工 事实上从去年11月底 会场的兴建工程就因为成建了钢铁工人 和市政当局发生生活费用的增值 而到停工了两个月 目前奥运会场工地已经完全封闭 除了车辆跟工程有关人员都一律不准进入 落落在会场附近的奥运选手村 是两栋三角形的建筑物 目前已经接近完工 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沈嘉明表示 明年奥运会 我国将临派选手参加 田径、游泳、比操、楼道、拳击、射击、射击、射箭、自由车 跟现在五项九个比赛项目 同时还要参加足球、手球跟取冻球的会外赛 谢谢